過年的團一本是每一項瀟稅家庭和鄉親非常難得的一項 為了可以為溫暖的年菜送給瀟稅家庭 府民館政府和府長紀定會合作伴侶 府民館愛心年菜增加八台 當時也結合北京的企業做回來推動 今年也一定合作散亂1600戶 也將愛心提供到府民館每個鄉頂 他隨連菜贈送1700個環保袋 過年準備要交流 今年一度的威勞對瀟稅家庭來恭喜非常難得的一項飯 為了要讓瀟稅家庭可以在過年吃到溫暖的年菜 分選基金會跟府民館政府合作 在今年辦理府民館愛心年菜增加八台 以及協助1600戶瀟稅家庭 也為須要的人帶來溫暖的過年 從剛開始大家的手忙腳亂到現在 我們的志工在發放的那個報名是秒殺 所以大家都做得非常的得心應手 那也期待明年大家能夠一起來做愛心 不管是從物資從金錢還有人力方面 大家一起來共襄盛舉 那再加上我們公益彩券的這個盈餘基金 所以呢我們從1400份累積到現在 已經達到1700份 這樣給一個年菜發送 所以我在這裡代表所有的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還有邊緣戶 還有獨居的長輩來感謝所有的愛心的人士 本年館長在那時也表示 隨著氣候的變化 官府也推動相比各位來幫助浴稅變燃好 也將物資分散到65的派出所 和館來鄉頂工作 來幫助需要的浴稅的朋友都過喊當 那當然還有很多街友我們必須要照顧 尤其是現在氣候變遷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在雙米計畫當中的防寒防惡計畫 那在過年期間呢我們也將我們的物資 還有我們這些保暖的這些衣物 通通分送在我們的警察局以及公所 還有65個這些派出所 只要有任何需要即時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就近就地來取用 所以我在這裡再一次的感謝 我們所有相關的與會的這些善心的單位 透過民間和政府的合作 不僅是為獨立家庭帶來的溫暖的年菜 也跟大家的愛心提供到社會每一處 好受到幫助的朋友 可以度過高興溫暖的過年 現在等下先彩虹報道